特斯拉是美国科学家,医生有2000多项发明,交流点就是他发现的,如此伟大的科学家,对于宇宙这个课题,自然也不会忽视的,虽然不是专门研究宇宙的科学家,但作为当时最有学问的人,他也会在日记里,计较自己对宇宙和太阳系的认识。 在他的日记里,就推论太阳系使人为制造的。这是怎么回事?当年特斯拉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对太阳系的推论,他从当时对太阳系的研究成果分析,除太阳系和宇宙其他星系有明显的不同。 不仅仅是存在着地球这样一个有生命的星球,而是地球被层层保护起来,有月球和木星,为地球挡宇宙子弹的袭击,还有太阳为地球提供能源,这种情况,在别的星系里都是不存在的。 同时,特斯拉更是大胆想象,太阳系也是人为的。 在太阳系边缘,有一个巨大的能量罩,把整个太阳系都装在里面,就等于给太阳系打造了一个安全墙。 如今,美国已经向宇宙空间发射了探测器,这些探测器有的已经在朝太阳系外飞去,希望能飞出太阳系,探测更广阔的的宇宙奥秘。 但是,科学家发现,目前还没有一个探测器能飞出太阳系,即便已经到了太阳系边际,却仿佛有一股巨大的引力。 让探测器无法摆脱这股引力,然后冲出太阳系,要达到这一步,就必须采用共振技术来摆脱引力束缚,但以人类目前的水平,还难以做到。 科学家还发现,这个动力招不仅使得太阳系内的探测器出不去。 太阳系外的物质同样也难以进来,如果有不明物体接近太阳系,就会被这股神秘的力量驱使,最后被迫改变运行轨道,远离太阳系。 科学家经过探测发现,这股神秘的动力帐后达一百亿公里,而且还被分成了性质不同的五层。 按照这种状况,这个保护罩应该是人为的,但有哪种人类能创造出后,达一百亿公里的保护层呢? 所以,只能是文明程度,比我们高的地外文明所为,但问题是地外文明问什么要这么做,难道就因为地球上有生命,真要保护地球,有必要搞得这么神秘吗? 所以,有关特斯拉的猜想,在当时就是被当作笑话看,目前,也难以有证据证明是真还是假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